两个通有稳定电流的圆形线圈相对而立 如右图所示 若忽略地尺的影响 则两载流线圈在线圈圆形连线终点处 造成的磁场方向为何 我们先来复习这个载流圆形线圈 在通过它圆形的这个轴上的这个磁场方向 应该如何判断 那我们用的方法就是右手定则 利用这个右手的四根手指的指向 是代表这个电流 线圈上的电流方向 这个时候大拇指的指向 就是这个通过线圈圆形轴上的磁场方向 那么这个注意 这个磁场方向是整个轴上都是同方向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判断 这两个载流的线圈 在线圈的圆心连线终点处所造成的磁场方向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 这两个载流圆形线圈的圆心的连线终点就是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刚好也位于这两个载流线圈 通过圆心的轴上 因此我们可以用刚刚这个方法来判断这个位置的磁场方向 好 首先我们先来判断这个左边的线圈 它的电流方向是从正极流出去 那经过线圈的话 它电流的绕转方向是这个方向 好 那我们用右手定着 四根手指就是旋转的指向 就是电流方向 这时候大拇指的指向就向东 所以整个轴上的磁场都向东 所以连心走上连心线的终点的这个位置的磁场 就是向东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判断 右边线圈 它的电流方向是从正极流出去 经过线圈的话 它绕转方向是这个方向 那我们再用右手定着再判断一次 右手的四根手指的旋转指向 就是电流方向 这时候大拇指是朝东 因此在整个轴上 通过圆心的轴上的磁场都是朝东 所以它在这两个圆心的连线终点处的磁场 也是朝东 好 那这两个线圈 再留线圈在这个位置的磁场都是向东 所以这两个向东的磁场的向量和还是向东 所以答案是A选项